大家好 民建聯在今屆區議會選舉受到挫敗 我們必須虛心聆聽 深刻檢討總結經驗教訓 同樣特區政府也要總結今次選舉的結果 認真檢討反思 今次區議會選舉是創下超高的投票率 同時整個選舉過程也都在暴力的環境下進行 因而產生了很多新問題新現象 需要特區政府正視和立即解決 過去我們收到大量市民的反映 助選團隊的投訴和質疑 第一個質疑就是暴力衍生不公平的選舉 民建聯候選人從報名那一刻 已經受到很多滋擾 我們民建聯的參選人 很多他們工作的辦公室被嚴重破壞 有些被灌水中火 我們做街站宣傳我們的理念 也受到滋擾、被圍、甚至被打 對於這些不公平的情況 我們向選舉事務處投訴 但是他們沒有實質的措施 是去確保選舉能夠是安全進行 讓我們的參選人是沒有辦法在選舉期間 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 第二項投訴就是投票當日的安排不妥當 有不少選民跟我們表示 他的投票資格突然間被取消 例如進去某個票站 票站主任或者工作人員 就說他的名字已經被紅線畫了 所以拿不到選票 另外大家都看到很多的票站 很早的時候已經出現人龍的安排 但是選舉指引沒有清楚指明 要比較彈性、人性化地處理長者 和行動不便的市民 讓很多這些長者或行動不便的朋友 被迫放棄投票權 每個人無論年紀、身體狀況 都有投票權 也不能隨便被取消或者被刪除 所以選管會以至行政機關 必須正式和立即去改善這個不公平的情況 第三項投訴就是點票和監票的安排 自區議會選舉的點票監票過程 有民建聯的候選人、監票人 因為票站被很多的黑衣人包圍 他們擔心是沒有辦法安全進入 也沒有一些措施是告訴所有的參選人 他們可以安全進入監票和點票 被迫在沒有代表下 選舉主任開箱 連最後有多少問題票都搞不清 這些是絕對不公平 政府亦失責 沒有在點票和監票的過程中 加入適當的措施 讓所有候選人都安全能夠進入會場 進行監票的工作 大家都看到香港進入新的政治形勢 暴力什麼時候停止我們不知道 但是今次選舉出現的各種新問題 是直接產生了很多不公平的選舉現象 我們不能讓這些不公平的情況持續 2020年就是立法會選舉 我們強烈要求政府包括聶德權局長 以至選管會廉政公署所有的執法部門 必須嚴正正視所有一系列的不公平選舉現象 如果沒有措施改善的話 只會進一步打擊選舉的公信力 也都會令到參選人 義工團隊監票者點票者 是擔憂 所以最後我們深切要求政府 盡快啟動這個檢討 在2020年選舉前落實改善措施 讓選舉更公平進行 會立法會選舉 也對公平進行 擔憂措施